继宗教部之后,人类发展和文化协调部长穆哈吉尔近日呼吁穆斯林民众信徒 适当使用清真寺的扬声器以达到不老乱周边环境的目的 穆哈吉尔认为,英国内穆斯林信徒对不同的反应以习以为常 而信徒们在清真寺使用扬声器传召信徒前来祈祷,也常引发不同反应 而言之他也就要不允许是压重当时,可不常是联系上的 我们的关系方的联系是压重当时,当时也有着重当时, 所以,是完全计划的,在设计划计划的一切语言 一定要跟撤 能使用人 只要是要了 但是要是要 要是吒 而你 要在做 但是要是要 但能感受到 所以要跟他 是哈利 平日 冬天 留意 不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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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此,穆哈吉尔呼喻信徒们在清真寺外使用扬声器时 要注意合理的音量,以免扰乱环境 就算是为了礼拜的目的,但不希望因此变成噪音 在我国宗教部发布的2022年第五号通寒中 就有清真寺和祈祷是扬声器使用指南 目的是创建一个稳定舒适的环境和社会